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據說也有線上遠端收看的朋友也打聲招呼 也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的演講其實一向都是先QA 再放簡報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準備說一定要放什麼簡報 我有相當多簡報、相當多短片 但是看大家想要聽什麼來決定 所以接下來兩個小時中間 就是一小時多中間 大家請有手機的話 請連到slido.com 這邊是中華電信學院 這個有網路頻款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slido.com 然後上去之後呢 它會要你輸入一個event code 就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一個0 01025 01025 那輸入之後呢 就是slido.com 輸入01025之後呢 你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你也可以選擇這個寫你的名字 那但是呢 通常呢 如果有寫真名的這個問題呢 通常都比較禮貌 那匿名的問題呢 通常都比較有挑戰性 所以我們就是開放大家匿名的 就是問問題 那大家想要聽什麼 想要問什麼都可以問 然後在這兩個小時的過程當中 大家的問題 好比上來如果現在有人已經上去了 可以寫個hello 跟大家這個打個招呼啊之類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幫他按個讚 那個讚在他的問題的右手邊 好 像這位朋友就已經寫了hello 就馬上可以出現在這邊 我們就有三位朋友已經上線了 那你按讚的好處就是說呢 如果有人按了讚的話呢 他右邊呢 像這個有一個讚嘛 這個一個讚的呢 就會浮到上面 這位Paul 那這個時候呢 讚數越多的 我就會越先來討論 來處理 然後所以呢 我就會說 這個Paul說嗨 那好了我這樣子 那所以表示有人 有人按了讚 所以不管大家對任何方面 就是今天任何主題 其實我們也不限制主題 跟DigiPlus有關 當然我也可以回答 跟DigiPlus無關的 我也可以試著回答 然後就大家想要聽什麼問題 隨便就ask me anything 任何東西都可以往上面丟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在時間到的時候 如果上面沒有處理的問題 就很不好意思 那但是在過程裡面 就是讚數高的問題 我就會盡量的優先的這樣子回答 大概是用這種互動的方式 來跟大家進行一個說明 好 那所以馬上就有一位朋友 問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請問政委 要如何面對OTT的這個國際競爭 讚好問題 我想就是說 面對OTT的國際競爭 我這邊的態度 因為我跟Nicole 就是跟那個占助委 在就是我們的網路治理的這方面 其實是包含我們一起去矽谷 然後以及之前 他還在自特惠科法所 還在就是蔡玉玲前政委 當專案顧問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一直一起在合作 那其實那當時就是 當時還叫做電子通訊傳播法 也是在我們當時V台灣的平台上面 有跟各界交流交換過意見 那當時大家有一個共通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要分層去去處理 現在的很大的一個狀況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基本的這個通訊傳播法 所以說大家對於在網路上面的哪些行為 對應到民法的或者刑法的哪些行為 其實比較是好像法官自己很很懂的 他就會做某些處理 反正如果自己這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話 他又會做別的處理 那會讓在判決的過程裡面 大家有一點無所適從 那當然著作權有智慧法庭 有自己一套系統 可是別的事情呢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分層起來 那在底下的呢 就是數位的這個通訊的這個平台 那在上面不管是OTT 現在大家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或者是各位現在正在參與 在slido上面正在提問 其實這個並不是單向的 這個好像廣播這樣子的情況 大家可以發現說 你只要在網路上面就是互動的 就是雙向的 就是多方的 並不是說好像我一定是 這個單向的播送者 各位也不是被動的聆聽者 大家都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實際的去做雙向的溝通 也就是說 地位是類似的 是平等的 那這個會形成我們 現在數位通訊傳播法 終於這個行政院審查完畢 已經準備要提立法院了 的一個核心的精神 就是不會在以之前的 會流前的單向的分傳輸類型 這樣子的思維去想網際網路 那在網際網路上面 大家就是一個平等的這個平台 所以這個 我想這個重點要先跟大家序名 就是說 未來在數位通訊傳播法 它會變成是別的法制 會去援引 會去使用的這樣子一部法令 那接下來就是在討論 在內容層 或者是在上面提供服務的時候 我們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狀況 其實不只是OTT的影音的部分 好比像說我們之前有處理過一個 就是很多朋友在連署平台上面 提出對於Facebook上面 現在有很多的廣告 然後這些廣告呢 都是讓人去買一些 就是好像300塊就可以買到 這個一梯的硬碟這樣子的 很便宜的東西 然後呢這樣子它在網路服務 提供的這個責任上面 因為這個之前都沒有釐清 然後就是所謂貨到付款 到了也不知道基建人是填誰 然後之類 那每一方都會主張說 我只是一個平台 那我並沒有這個賦予責任 可是最後結果就是消費者 會覺得是被欺騙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引入了這個 我們贊助委員很喜歡說的 就是多方利益關係人的一個治理模式 叫做Multi-State Holder Model 其實如果大家有參與過RFC的行程 或者ITF或ICAN的運作的話 其實就是類似那樣子的一種模式 就是說主席並不是裁決 我們知道說在Stand-up body裡面 主席是一個編輯 他確保各方的那個共識 都能夠有效的傳達 所以每次碰到像這一類的 它有一點結合電子商務 有一點結合網路平台 有一點結合消費者權益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互相推來推去 我們就確保所有相關的部會 都能夠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面對面的跟利益關係人去進行討論 然後呢同樣的就是我們也邀請業界的 以及公民社會的朋友 包含這個自救會的朋友們 都一起進來 那在這裡面 並不是好像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上下只有在政府體系裡面才適用 我今天到中華電信這邊 大家就是對等的 是peer-to-peer 那同樣的我們對所有這些其他的 stateholder也都是對等的 那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採用一些 設計思考的一些概念 去把所有大家碰到的問題 去分類民眾的建議 各界碰到的困難跟限制 事實性的背景資料 都用面對面 以及線上協作的方式 去把它補足 所以我想就不會簡化成 好像是說 境外的這個臉書公司 什麼沒有對台灣消費者好 的這種很簡化的 或者什麼 OTT平台 侵蝕什麼東西 就是說這個當然 記者下標題是很吸睛 但是如果你去把它 把它變成實際的 就是好比像說在通路上面 在實體的上面 在所有這個實際的事情上面 它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小題目 而且中間可能沒有沒有很直接的聯繫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它解決方法 也是不同方可以解決的 那這個時候呢 每個部會在參加這樣子一個過程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以前那種 誰出面誰就變成爐主啊 誰就變成 好像要幫所有其他沒出面的 擔責任的這個情況 而且它可以就事論實的 就它能夠提供解決方案的部分 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 所以這不但讓大家變得比較沒有風險 而且也讓大家覺得 工作的時間好像是比較有價值的 因為都是建設性的 它是解決問題 也不是解釋問題 不然的話 它光是說這個 這不是我們該管的事情 這個解釋問題 就要花非常多的力氣 那不如把所有能解決問題的聚在一起 那大家就不用忙著解釋問題了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 那當然 我們這樣子討論完之後呢 確實 有些是各方出席的利益關係人 可以解決的 可是呢 也有一些是 沒有出席的利益關係人 是他的責任 所以呢 像當天我們就聚焦到說 那這個平台 它到底按照我們數位通訊傳播法的精神 就是所謂的自律協作的這個精神 我們大家覺得 它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那這個就是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在這場協作會議裡面 我們達到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共識 就是說 至少關於廣告的檢舉 這些事情 它作為一個平台提供者 它應該用技術的方式 讓大家更容易去舉報不實的廣告 然後去把確認的商家怎麼樣 去做一個 就是訊息的揭露跟確認 那這個東西呢 要怎麼做呢 這個我們就參考之前 我很久以前 我小時候啊 就是2000年左右 有參加過那個 一個叫spam wars 的一個 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當時就是垃圾性猖獗嘛 也有看到說什麼垃圾性 佔了所有電子郵件的大 大多數啊 然後網際網路的新人 就要因此而垮掉啊 國家一定要推動實名制啊 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做的這些論點 當時spam wars的時候 都有很多人提出過 那但是呢 spam wars到最後能夠解決 其實並不是哪一方 擔了全部的責任 而是所有的大家 不管是用技術的手段 用就是 domain name簽章 用所有大眾的郵件的 寄件者彼此之間互聯 郵件的email的這些provider 這些共享他們的一些 就是blocking list等等的資料 它是一步一步的 每一小步都讓每一個 即垃圾電子郵件的人的成本 增加一點點一點點 到某一個點上 它就無力可圖 然後當然後來機器學習 這些東西都進來 去幫忙去篩選 所以到現在 大家也不會覺得 垃圾郵件是網際網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是靠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 所以等我們這樣討論完一輪 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所謂的境外平台 它也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參與者 那 他應該要加入台灣這邊的 商業同業公會 他應該要跟公會的朋友 用既有的這種協商的機制 去做教育的工作 以及去做落實的工作等等 那所以等到這個共識形成了 我跑去西谷 然後去跟臉書的VP討論的時候 我就比較有底氣 就是說 這不是單方的這個政府 對它的不合理的要求 而是說我們已經 綜合過各方利益關係人的看法 我們都願意各自做一點事 可是有些事真的只有他才能做 那要不要做做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找出一些技術上可行的方法 那所以他們也就相當有善意 因為就覺得說 這也不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到他頭上 他做他可以做的 所以他們也同意了 所以真的就加入我們無店面商業同業公會 然後也真的就是 去把他自己應付的責任 去進行揭露等等 所以我覺得說 這裡並不是去分境內境外 也不是去分說 他是受管制不受管制 而是說大家在這裡面都有一份stake 沒有人想要看到網際網路 變成一個大家不信任的東西嘛 那所以大家是有共同的目標 解決相同的社會問題 大家就可以去找到 接下來各自要做什麼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蠻好的一個 多方利益關係人的一個例子 因為後來就變成是說 這些自救會的朋友們 就一起進來 就好像廚房透明了嘛 也不是大家可以看到而已 就可以進來一起煮菜 所以他們也自己去組織 然後集思廣益 然後找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們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們每個禮拜 辦這樣子的協作會議 現在每個月大概辦兩到三場 這樣子之後 這一整份新制圖 在下一個禮拜的禮拜一 我就是帶去給院長 然後跟其他政務委員的同事們 然後說 現在民間有集結出這些想法 那看我們這邊 有沒有什麼加強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目前這個運作機制 都相當的良好 那像今天正在處理這個 一些就是公斗這個團體 正在提出來的 要制定國定假日法 然後什麼齊天假啊這些的題目 那現在正在就是直播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大家都會慢慢習慣說 不管看起來爭議再大的事情 我們把它切細了之後 其實都可以就事論事的慢慢 一起來解決 那即使現狀 不讓大家滿意 至少是可以接受一個共同的方向 所以這個所謂的 multi-state holder mechanism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處理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OTT它也牽涉到各個部會 數位通訊傳播法一個精神 就是不是NCC是老大說了算 而是NCC架構出一個平台 然後讓各個利益關係人 都可以來進行討論 那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就是數位通訊傳播法 能夠在立法院盡快通過 通過之後我們再 有這個準據 再告訴其他部會 以及其他關係人說 政府以後跟他是平起平坐的 不是是威權式的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有法源 就有法律所本 不然看起來目前是某些政務官的意志 但是我們現在就把它變成法律 我覺得這個就是相當好的一個開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題目 因為法規限制使得台灣與大陸 在行動支付以及商務應用 顯著的數位落差 請我的看法跟建議 就當然講一句這個比較不客氣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把ATM裁測掉一半 然後呢放任偽鈔倉局 我們行動支付馬上就起來了 但是事實上不可能這樣做嘛 就是說我們行動支付之所以是 它的adoption是比較慢的 而不是像一些非洲國家 或者是其他的地區 它的adoption是很快的 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對於現金 並不是把它看作一個麻煩 或者看作一個 期待解決的問題來看待 我們現金取得容易 我們使用現金覺得很有人情味等等 那當然如果在現金 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 不管是偽鈔 還是取得的困難程度等等的地方 當然他們跳到行動支付是 有其迫切的必要性 甚至有些就直接跳到這個密碼學貨幣了 也是有它迫切的必要性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那麼迫切的必要性 所以我們是按照社會的實際需求 就是說在它真的比較方便的時候 再來推動 那這個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其實大家都是需要一些incentive 才能夠來推動 那這個incentive裡面 大家最怕的就是 政府它其實母法啊子法啊 其實都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但是呢在韓式在作業習慣 在各部會認定上面 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見解 然後這個時候呢大家就無所適從 覺得說我可能投資下去 然後它的韓式它解釋一變了 那我的投資就擺完了等等 那所以我想這個法規的可預測性 就是predictability 這個是一般性的在講行動制服 以及商務應用 我們如果不是要拼六個月之後 就達到幾%的那種亮點 KPI的話 它長期下來對社會的體質 最重要的就是法規的可預測性 那這一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努力 其中一個是 從今年開始 當然所有的法規命令 它有60天的公告期 那這個60天的公告期 並不是只是讓大家打電話給承辦人 訴苦而已 它是一個完全公開的一個地方 那跟我們聯署其實是相同的一個網站 就是join.gov.tw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散布到各個不同的院去了 還包含地方政府 那在眾開講這邊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法規命令 政策討論 法令預告等等 這個平台其實非常非常多人 然後大概目前800萬人次吧 然後人數的話大概400多萬 所以可以說台灣就是 比較會在網路上關心時事的民眾 我們可以說應該都到過這個網站 這個penetration rate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什麼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 衛福部的食品業者專門證照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 都有很多朋友這個提出很具體的意見 那這個是法規的部分 那法律的部分像之前外國人才 劉才懶才專法 就是Foreign Talent 也是一樣 就是它會在上面實質地去進行公告 然後公告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民間啊 這個會不斷地幫我們 這個轉方向盤 踩油門 踩煞車 各個方向都會出現 那這個其實對於在台灣的外國人 其實這是非常 這本身就是在劉才懶才 因為他們覺得說 第一個法規它是比較可預測的 歐洲商會或者美國商會 一直都在說 給我們一段時間去消化 然後讓我們發表意見 那二方面就是說 他即使不是商會的會員 他只是個人 或他想要移民來台灣 我們也沒有限制啊 他可以在上面去分享說 他之前來台灣這個三個月 然後後來他就得跑去別的地方 他沒有找到固定的雇主等等的 這些實際的一些困難 然後那我們國發會也不是就是 官樣文章的 在最後才給一個綜合回應 而是每一個有具體的問題 他們就直接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版主 就會一直在上面去進行回應 所以其實這個討論非常熱烈 然後也收集到很多 就是我們叫做Edge Case 就是說如果不設立關係 先自己出來講 我們制定法律員 根本想不到的這些狀況 那所以當這些做完之後 再做一次總整回應的時候 就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 第一個 他可以確保所有來留言過的 或者來按過讚 按過關注的利益關係人 他Email信箱都會收到信 就知道說這件事未來的發展 他14天公告起 或14天 現在他會把之後 所有不同地方 管道收進來的意見 做一個總整 讓大家知道各界意見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當他真的送立法院 或真的去 不管是法規的被查的時候 他又會再送一封信給大家說 好有哪些大家建議被摻採了 然後現在最後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減低 大家對於好像法規以前 好像只要7天還是14天 莫名其妙就改了 得這種不確定性的負擔 那這個我們在很多政策制定上面 確實已經看到一些好處 也讓我們送到立法院的版本 是比較完整的 那立法院可以確保 就是說他跟其他立法 法律體系的之間的這個合規啊 這些東西 但是至少在事實跟感受的蒐集上 我們等於已經幫忙做了一些功課 好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講到創新了 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大家也會碰到 就是對於法規的不明確 那這個不明確 就具體表現在 到底我有沒有違法上面 我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 之前有朋友是想要善用台灣現在 非常無處這個 不能連上網的這個寬品 去做心理師的線上諮詢的服務 可能他來心理師的診所有看診過一次 然後提供一些心理諮詢 那接下來呢 因為心理師這個離他很遠 他就會開始想用線上視訊的方法 來進行所謂的心理治療 好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其實他就是法律的一個 當時在制定的時候沒有想到 在寫心理師法的時候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 那法律既沒有說可以做 也沒有說不可以做 那這個時候到底是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 那這個時候呢 有些新創的公司就會很害怕 因為他花了很多錢去請律師 然後律師A跟他說 這個法律沒有說可以啊 然後律師B跟他說法律沒有說不可以 兩位律師都對 但是這個時候他做的時候 他就會很害怕說 那心理師法裡面說 心理師必須要在一處職業 那這個一處到底包包和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算不算一處 那也沒有一個很其一的函事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新創的能量 就這樣子被浪費掉 這個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國發會在DigiPlus的這個架構底下 跟經濟部合作 去做了一套就是創新法規紗和案件 的一個申請的平台 簡單來講 就是說當一個新創 不太確定自己會不會違法的時候 他就可以上來 或打0800 056 476 然後描述一下他要做的事情 然後呢描述完之後呢 首先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其一的一個才識 就是說不會變成好像地方政府 衛生局說可以 但是衛福部說不可以 就這樣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那國發會的法協會去統合這個解釋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 好比像說他要做一些Fintech的東西 那他想要實驗一些看起來像保險 不是保險 看起來像銀行不是銀行 看起來像證券不是證券 而且還不是這個大家所認定的法定貨幣 的一些區塊鏈的應用的時候 那他至少可以運用我們現有的 創新實驗條例的這個沙盒的機制 那去提出申請案 因為我們現在當然在等立法院最後final 但是我們這個機制包含多方利益關係人的討論的程序 包含他的申請書和格式啊 有些東西已經可以開始先走了 那我們儘管會就是 諸位也非常的就是贊成這樣子一種 讓民間的創新來引領政府的法規條式 這樣的一種想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邊就可以告訴業者說 好那我們就是匡六個月 或匡一段實驗期 那大家實際去做 那當然他在就是資安啊這些部分 他當然還是不受到各自法等等這些約束 但除此之外你可以去違反現有的法規命令 但違反之後就是這六個月實驗期之後 讓整個社會大眾知道 到底運作的狀況怎麼樣 他要透明他要可苛責 那這個之後呢 整個社會如果知道這是一個好主意 主管機關去修改法規命令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擬移的壓力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這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那到最後就不是一件好事 那整個社會也是 等於就是幫忙付了學費嘛 那大家也知道說 法規這樣子規定是有道理的 那所以我們會不斷的推出類似這樣沙盒的東西 在Fintech沙盒立法院即將通過希望 之後這個接下來就是無人載菌的沙盒 那就包含自駕車 包含可以載貨的無人機 包含可能無人船 或甚至陸海空三七的這些載菌 都會有類似的實驗條例 那當然要地方政府來配合 那之後可能接下來又會有別的不同的業態的 或甚至一個泛用型的就是創新實驗條例 這個部分都是我們在試著就是擺脫大陸法系的限制 然後讓大家更能夠去參與法規的擬定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就繼續看 所以我覺得說法規限制是真實的 那我們面對它 那我們面對它的方式 不是說看起來很英明的一些政務官 知道法規要往那邊鬆綁 相反的我們是讓民間去帶領整個政府 然後再證明給社會看說 這真的是一個好主義的同時 去進行法規的調適 有一位問我一個業務上的問題 如何突破關鍵頻道 讓我上架MOT來落實競爭環境 這個我要這麼說 我想我很誠實的說 就是說我通常在業者的場合 這個碰到業者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是同樣就是說 如果碰到的是法規或者法律上的限制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如同剛剛講的這樣一個程序 我們盡可能把它做到說 母法跟子法沒有說不行的 就是可以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如果它現在碰到不是法律上面的限制 而是客觀環境上的一些限制的話 那我們就是回到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基礎方案 去確保說各種不同的地送的方案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然後也能夠在公平的情況下互相競爭 那所以我不會就這個個案去 好像下指導機說 這個民間業者應該要怎麼樣 做你們的business strategy 很抱歉 但是我想說的是說 如果現在大家碰到的是法規的不明確 或者是說方向的不確定 這兩個部分 我們是能夠去具體的去回答的這樣子 所以很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提供這個business consultancy 面對OTT的國際競爭 台灣有什麼機會 其實一般性的就是不管是電商 或者OTT或什麼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同樣的一個形狀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裡還是要講 就是說網際網路它不是一個零和的地方 雖然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某一個特定的服務型態 確實是有所謂贏者全拿的這個情況 但網際網路另外一個特色 也是它有所謂的就是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說任何一個端點 它現在有一種新的創新的服務 它中間的任何端點不能夠控制它 讓它不發聲 它就可以直接去連到使用者跟消費者 大家就發現說原來網路也可以這樣用 那我們在網際網路的演化過程裡面 已經看到過非常多次這種 繁形轉變的這樣子一種服務的發生 所以新的服務它其實不是建立在 對舊的服務的模式的攫取上面 而是在建立一個新的模式 讓舊的服務變成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上面 那其實我們每一代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台灣有兩個滿大的優勢 第一個是說台灣它是一個非常有 就是絕對的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們不管推行任何政策 只要碰到言論自由這個 馬上那個就是最上位價值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的好處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想各種各樣子 非常有趣的一些想法 然後這些想法什麼都可以討論 什麼都不奇怪 那這種情況下就不會被匡限在一個特定的 求解範圍裡面 大家就可以想到很多很有創意的 就是我們現在叫社會創新的解決方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的優勢 那另外一個優勢就是說 台灣的使用者的網路的使用素養相當的好 像我最近在就是很多的論壇 其實有跟好像美國的專家學者討論 不管是剛剛談到的詐騙啊 不實訊息啊 在網路上面的一些就是不當的使用網路 就是Abuse的一些情況 那就發現說我們這邊公民社會 都有一些解決方案 然後看起來也都有解決問題 而且這種不實的感覺 就對網路不信任的感覺不會流竄 大家慢慢就找到一套相處之道 可是在尤其是美國 但是也是很多其他的國家 感覺上就是他們就是很絕望的那種感覺 覺得說社會越來越被撕裂 網際網路這個對大家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它能不能被當作一個健康的危害啊 什麼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蠻好的 就是說真的 大家都是覺得說 即使社會上面有某種狀況 有某種問題 網際網路不一定都是好事 但是呢 大家是可以一起去找出解決方法 大家都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 的這種公民素養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台灣非常可貴的地方 而不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如果政府沒有動作 或者政府反而在碰到忙的話 那我們就完蛋了 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自己的網路自己就 這個台灣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素養 跟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邊的一些社會創新 具體解決了一些問題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輸出 這個東西也是大家很羨慕 或者是很在意的一些東西 像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有一些公民社會的朋友 他們做一個LINE上面的一個BOT 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叫做真的假的 好 它這名字叫做真的假的 好 那你如果去加了這個機器人 然後呢 常常在家庭群組裡面 這個大家就會看到說 某幾種食物 如果一起吃會怎麼樣啊 然後或者是這個 這個 有什麼條碼 是表示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一些謠言啊 這個時候你只要轉給那個機器人 那個機器人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真的 或者這個是假的 那它後面有一群志工 然後很多媒體界的 科技資訊界的 法律界的朋友 在當志工 然後大家一起去做這個 就是事實的查核 那所以 你這個機器人其實就是這一些公民社會的一個 一個管道 一個直接的一個channel 讓大家能夠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好處就是這件事情非常不適合政府來做 因為其實他們也會去查核中央社的行為 我們政府自己如果前後不一的話 也會被挑出來 但是如果是政府來做 或者NCC來做的話 我們是很難去糾正中央社的嘛 所以就是說讓民間社會有自己這樣的創新 但是政府去鼓勵去說 這是一件好事 我們不怕被民間監督 我們不怕這種社會創新發生 這個就是台灣跟尤其是東南亞 非常非常多國家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其他可能經濟發展很好 可是如果公民社會發起這種運動的話 可能就會遭到關切 那我們這邊的關切都是正面的 是去鼓勵的 那不會去限制公民社會發展這種社會創新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適用在 不管是OTT還是其他的地縱平台上面 台灣這邊的一些創新的方式 他不會受到言論環境的限制 而且呢也能夠去輸出 如果他能夠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話 有一位朋友說 不論是傳統媒體 MOD OTT 本來就是現在搶注意力 我們叫注意力經濟嘛 這些都是內容為王 跟燒錢等他人倒 這兩個其實 Anyway 有些是內容為王 有一些是燒錢跟他人倒 很多是這兩個結合 那這樣的話 這個誰拿錢出來做內容 還是真的就是人人都是內容提供者就好 這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人人都是內容提供者 這不是講講而已 這是已經在發生的啦 像最近 我還沒有去看那個大佛普拉斯 但是那個音樂 就是它的一些主題曲 我聽了很多 非常有感覺 做得非常好 那它的那個製作 就是聲響的那個團隊 我之前有看到一篇 interview 就是說他們本來的混音啊 或者本來這些內容製作 因為每一個過程 其實是不同的專家 不同的產業在做的 可是現在因為就是 資料處理的微型化 然後以及很多機器學習的 這種autotune啊這種 各種技術它的普及 所以就變成是說等於他們自己在那個當地 就可以完成全部的 幾乎全部的後製的製作 那這樣子對他們這些創作者來講 它是非常有 有一種解放的感覺 因為它的品位就是它自己控制 它不用再受到 後製的各個團隊的品位的 的限制 那這個情況下 它也可以去做數位的這個普及 因為它就是一台就是 Mac mini或者是MacBook Pro 載著它的這些工具店 然後實際載到鄉下 載到各個不同的工作的地方 去收那邊大家的想法 那邊的音實際試播出來等等 這個過程是讓大家更能夠接觸 數位內容 而且變成數位內容的 共同產生者 因為即使在那一整段裡面 只有0.3秒 是你貢獻的 其實你也會覺得說 我與有榮焉 而且我很願意參與這個社群 也認識了新的人等等 那這個就是以前我們說 創作階級跟消費階級的這個二分 現在完全被打破了 這個是進行式 這個事實上是過去式 兩三年以前 大家都已經進入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真的很難去分說 拿錢出來做內容的這個模式 它是所謂的prosumer 還是所謂的producer 以前還有這種分類 現在這個分類真的非常非常模糊 已經模糊到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再去用這個分類去想像的程度 那再反過來講 就是那這樣誰要拿錢出來做內容 這個是business model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網際網路 就是大家這種自我集結的這個能力底下 事情常常是要反過來想 就像我們一般以前百科全書 都是先編輯嘛 他們有三個編輯流程 你要過三關 你才真的能夠去發行 去出版 大英百科什麼都是這樣編的 但在維基百科不是這樣 他是先出版再來編輯 就是說你想到什麼 你就找到一些資料 你就出版了 那大概都是就是很有問題的 大部分文章的第一版 都問題非常大 好 但是因為我們說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面只是問一個問題說 有沒有人來寫這篇文章 大概不太有人理你 可是你寫一篇錯誤百出的文章 專家都跳出來 就說這個是錯的 這個時候這些專家呢 就會被維基百科社群所吸收 然後就說既然是錯的 那你帶來改嘛對不對 然後改一改 就變成一篇還不錯的東西 所以它是完全反向的思考 就是先publish再edit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從內容的角度來看 之前那個王小弟導演也有來 我們有稍微聊一下 就是說現在在很多content的產出上面 它也是反過來 以前是先工作 再收薪水 就是你先發行一步什麼東西 那如果大賣 那你當然你的工作就有酬勞 如果票房不好 那你就是賠錢嘛對不對 那但是呢現在呢 有一套新的content產制的方法 不是是你先拿錢 然後再開始工作 那這個方式呢 其實已經 我覺得在台灣已經 慢慢越來越多人接受了 我自己 就是一直有參與一個創作社群 叫做Patreon 那在國內也有像SLS Reader 等等的這些社群 那當然Patreon非常非常大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是先收錢 然後再創作 那不管你是各種各樣子的創作者 都可以在上面去登你的價碼 然後這個價碼呢 有的是每一份作品收多少錢 然後有些是每個月去收多少錢 然後呢 那但是呢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 就是真的有多少錢了 他們才會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有趣 那所以我們就 我們隨便看這個 畫漫畫的 或者是 拍video 隨便講content產製嘛 所以我們來看video and film 好 那所以這個錢也不是小錢啊 有些專門就是畫科普動畫的 它一個月也是 就是美金啊 也是不少錢啊 好 那 然後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 它一個月上百萬台幣的收入 那 而且完全是靠這些訂閱者來做的 可是它到底賣什麼呢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典型的一個 就是 freerider的問題嘛 就是說大家集資 讓它創作這個東西 可是它一創作 當然大家隨便在哪裡 torrent就可以下載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這些當初捐錢的人 到底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所以 這邊就是說 你如果捐5塊錢 我就在感謝名單裡面放你 捐10塊錢 這個你就會收到一份感謝狀 然後 15塊錢的話 我會專門為你這個設計一個桌布 這個想必是大家投票決定的 如果20塊錢的話呢 這個你就會得到這個 這個 因軌 然後40塊錢以上呢 這個你就會加入 變成其中的一個角色 然後 150塊錢 然後 等等等等 就是說你每個月捐出它不同的錢 你就可以獲得在 創作裡面不同程度的 參與的 狀況 然後它這邊也有一些 目標 這些unlock 就是說 它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很窮的創作者嘛 所以 它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有一些 作品來證明它的一些時機 然後呢 它就是從 如果我每個月能夠賺這個 1000塊的話 我就不會再去接一些商業的這些案子 我就會多做這種科普的工作 如果每個月大家到2500的話 我們就會有專業的旁白 然後 5000塊 然後 然後1萬塊的時候 我們就會 固定這個 每個月做兩部 然後 1500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個專門的APP 然後也會有電子書 然後 2萬的時候 我們就會擴增我們的production 然後 2500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60fps釋出 3萬的時候 什麼之類的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創作的過程 不但它是參與式的 而且它是透明的 這個透明 它是能夠獲得大家的信任 對創作者的信任 因為大家都在裡面有一份角色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 那我們的作品 讓更多人知道 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些也是捐錢的人的作品 所以這個時候 它每個月就可以 從9000多人裡面 就是有非常非常穩定的收入 然後用這個穩定的收入 去做它的創作 可是這個都是建立在說 它先確定它 這邊這些 基本上就是說 它本來是有它的政治工作的 它每個月要 從這個平台取得這麼多錢 它才接越來越少 這個商演啊 這些的案子 來去做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真的是可以考慮 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導演 越來越多的朋友 它有一部分 可能不是全部的 這個resource 是來自於這裡 那這裡的resource 是廣義的 就是包含貢獻者 包含參與者 包含幫忙教稿的 所有這些東西 就像那個湯姆利險記裡面 七強的那個故事一樣 就是說看起來是苦工 可是因為大家都有參與 反而變成這個 大家付錢才能夠進來的工作 那這個 有很多project 已經是這樣子在運行了 我們也看到在台灣 有一些相當好的 類似的模式正在發生 所以我覺得 長期下來 就是人人都是內容提供者 但是 內容提供者 也包含出錢跟出力 來拿錢做內容的這件事情 請問DigiPlus的先進的 數位科技的目標是怎麼樣 有關Big Data AI跟科技部相關計畫的關係 或者是分工的方式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來看簡報 這個簡報 其實DigiPlus的方案是 我進來去年10月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一個出稿了 那所以其實我的貢獻 主要還是在這個封面上 所以我就先解釋一下這個封面的意思了 他就是簡單來講 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從Nisi 就是擴大範圍之後改過來的 我們之前有一個Nisi的計畫 那那個計畫 特別注重的是在 就是Infrastructure上面 但是Digi這一次是把 各個數位經濟的各個層面都包裹進去 所以它是範圍上的一個擴充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了解到說 當然網際網路的 不管是資安 還是最基礎的通訊的頻寬 可接取的程度等等 這個都非常重要 因為各界都用得到 政府 民間 司部門都用得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就是各位的工作 這個是最基礎的 那我們會確保有充足的資源 來做這件事 那這個Infrastructure做好之後呢 政府呢 當然我們自己可以去用 數位治理的一些想法 去用資料驅動 去讓各個部會之間 更容易去coordinate 去把開放資料跟個人資料 做更清楚的界定 用各種方式去讓各界 在有可用性的同時 也能夠彼此更信任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去願意做的 那就像剛剛講的 Innovation的部分 這是第一次我們在工部門裡面 就承認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 司部門他們懂了 我們就是讓大家來引領 我們去做法規的調適 所以說不是說政府很有遠見說 某些產業就是應該要興旺 而是說我們確保在這些產業圈裡面 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然後如果需要有法規調適的部分 如果需要有政府的部分 像亞洲連結矽谷 它是一個5加2裡面第一個應用級的 這樣子一個計畫 我們就是讓special interest group 讓民間的SIG 來告訴政府 我們議程的設定的順序 所以像以我的理解 本來交通部是覺得說 無人車無人載具 是五年之後 在開始推行的一個東西 但是亞洲連結矽谷的SIG 就告訴我們說 不是 因為業界有一些技術上面 一些突破 所以其實自家車在兩年之內 就會變成是可商轉 而且是大家需要一起面對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就是靠民間的業者 提出這些evidence 然後呢 在SIG裡面 形成一個synthetic document 一個融合的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透過亞洲連結矽谷的 計畫推動中心 帶到我們的討論的DigiPlus 這個平台來 然後呢 就促成了 好像我們在年底 就會有一個 由科技部跟交通部合作的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例 那這個就是一個 由民間發起的一個 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本來我們的議程上面 不是在今年處理這件事情的 那未來越來越弱的事情就是這樣 Innovation的東西就是 民間去設定 那同樣道理 當我們講到是說 那當技術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確保民間 是能夠去一起去接納的 而不是好像由上而下 某一區就是 變成好像大家得 得吞下去 那台灣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同樣道理就是說 在這個創新實驗條例裡面 我們也會規定說 不是只有懂技術的人 而是 可能是消保的社會學的 法治的 所有的這些人文的 這些朋友們都會一起進來 因為一個無人車 它像一個新的物種 大家是要一起去學習 怎麼樣在路上 跟新的物種去接觸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 那這個最後 我們叫inclusion 就是數位含榮 確保所有利益關係人 即使他沒有上網的習慣 也可以知道說 我可以參與 這樣子的公共政策 這部分我們也說 我們確實是沒有現有的社會企業 現有的NGO 現有的公民團體做得好 所以同樣道理 他們這些last mile 就會去drive 這樣子一種 就是social inclusion 或digital inclusion的工作 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呢 是這些賠利的工作者 我們幫他們賠利 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我們幫忙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同樣道理 就是我們在 面對civil society的時候 我們也是推到 比較第二線的角色 那所以 大家可能知道 這個我的個人主張 是無政府主義 就是說最後就是 所有這些事情 都應該是民間社會可以做 但是我們政府 還有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確保 我們自己的治理 要跟得上時代 然後再確保這個development 是大家都可以平權 可以共享的 那這兩個部分 我們把它做好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來一下指導器 去指導數位經濟要往哪裡發展 公民社會要往哪裡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反過來 我們就是虛心的 去跟各界學習 那剛剛那位朋友也有問到說 他的組織上面到底是在怎麼樣推動 這是我們目前的組織架構 在DigiPlus的網站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跟以前的意思也不太一樣 以前好像是所有跨部會的事情 一定都要到行政院副院長 或者政委的層級來做 但現在呢 我們在每個分組裡面 其實是就是大部長 以及大主委 來來進行召集 那這個召集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就可以 所以自己就去把跨部會的工作 去把它做統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科技它不是只是做科技 而說科技怎麼融入教學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以及國際上面的一些合作 這個部分就是由我們科技部部長 來進行召集 來進行執行 那同樣到底 數位會有寬屏建設 平埔跟網絡社會的建立 就是由NICOLE 由通常會主委 那我們經濟部部長所處理的呢 更是跟文化精管國發都有關係 所以這些部分 他們就是自己就可以做決定 自己就可以召匯 自己可以做各種事情 那在數位國家分組 就是剛剛講governance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公務體系內部 要怎麼導入AI 怎麼導入寬屏 怎麼導入數位化 這些東西當然我們必須要是 政府自己來做 那這裡就會有兩位召集人 那我跟美齡主委的分工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我完全對於法律 目前就是大概看得懂的程度而已 沒有辦法這個把法條的制定做得很好 那但是美齡主委是這方面真正的就是專家 那他對法律的調適 哪裡可以鬆綁 哪裡需要討論等等 非常非常的選手 那所以所有法治相關的 在數位國家分組這邊 我們就會由國發會主委 去進行一個就是總窗口 那當然反過來就是在技術的部分 尤其是剛剛大家提到的一些就是 資安或者一些協同合作等等 這些技術的部分 那確實我 我之前是學這個的 所以我就會幫忙去看這方面的計畫 這就是我們兩個分工的方法 所以就包含數位政府 開放資料 法治環境 以及由院子安處目前負責 刺痛安全 那這樣也有個好處就是說 院子安處要直接去對各部委會 其實比較困難 他比較難去召集各部委會 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提到政委 跟國發會主委的層級的話 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是我們分組做的事情 那我們鄭總老師 出力的就是 如果是由地方政府所提出來的創新 所謂的智慧城鄉 產官學員的鏈結 然後以及所謂的資訊國立研究 跟中央地方協調這些工作 那是由他來負責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從大會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我們就是院長 代理師來做總召集人 那但是這個中間不但有民間諮詢委員會 我們有五六十人 我們在這邊也有民間團 也代表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言 那之後呢也會有一個 不但現在有一個官網 之後也會有一個 就是公開的一個討論區 從我們數位國家分組開始 去把我們政策制定的過程 讓各界更提早知道 然後也更提早能夠去提出意見 那所有這些就是open policy making 開放式政策制定 其實在台灣都是幾乎是全新的東西 各部會的朋友們 其實之前不一定有這麼多經驗 那我們就是把各國 釋出來最好的一些工具 或者流程導入 讓大家知道說 讓大家預先知道 我們政策的發展方向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反而加深負擔的事情 這是我們在推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像科技幾乘材分組之前 有開過一個AI的那個SRB 就是人工智慧相關的一個strategic review 那他們也是開封期之前不但直播 而且所有各界專家學者的簡報 他們討論出來一些結論 所有這些東西都在網路上可以下載 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這是全民的這個等於 教育素養提高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各界現在都是 就是很勇於認識 然後這些部長或者主委 都很願意用開放的方式 去跟各界討論 所以就不會像以前好像是 全部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就是政委的手上 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是讓各部會去進行跨部會的召集 所以具體的分工方式 剛剛就是看剛剛那一張圖 黨政軍條款已經阻礙了國內的數位匯流 這個是不是NCC要表達一些意見 這個其實我自己沒有那麼強烈的意見 說真的 我們之前在做那個匯流無法的時候 這個就是在之前就是 蔡前正務委員在講的時候 這個確實就已經被提出來討論 那我們當時的想法是說數位通訊傳播法 或者是電信等等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那很多黨政軍的這個concern 以及可能黨政軍還要分開來看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多立法委員在意的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我們行政院出來 是一個類似一個公版 那但是如果他們要就是在這上面 取得共識的話 是在行政院的院版上面去取得一個共識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這一屆的政府 跟以前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重大法案 其實到最後立委們的貢獻是有具體進取的 他不會變成只是對於行政版本全盤接受 或全盤退回而已 那這個就是立法院他職權的行使的獨立性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表示說民意機關有在發揮民意機關的功能 對那所以這點其實我自己並沒有那麼多的研究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我們院版要採取一個很強烈的意見 大概是這樣子 有個朋友說政委對於開放政府這兩天有端傳媒報導說 引發一些社群的不滿有什麼看法 政委覺得中華電信在開放政府可以怎麼參與 或者中華電信有沒有什麼構成需要排除的障礙 這個有點作弊因為是三個問題 然後這個放在同一個問題裡面問 不過他有邏輯性了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回應 確實就是說開放政府這四個字它是有一種魔力 就是說大家看到之後就覺得說 我們只是在往理想的政府去邁進 然後呢而且確實我們也做出一些實際的成果啊 像我們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編輯中的這個協作表 就是我們剛剛一面我這邊在演講 他們在那邊一面開會 就已經開始蒐集出來的各種各樣的圖 你說這個對大家的彼此了解有沒有幫助 當然很有幫助 看起來是不能討論的事情 以前都是在媒體上面隔空放話彼此抹黑啊 但是在現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至少把事實去做一些確認 這個我覺得還是有幫助的不是沒幫助 好那但是不管剛剛提到的就是Facebook的這個購物 或者是我們接下來會去澎湖去討論他們那邊的就是海洋國家公園 是不是要禁魚等等的這些題目 它都是有效的能夠把社會的衝突 慢慢變成大家在事實上面進行對焦 然後進行討論有沒有幫助有幫助 所以大家看到之後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不能所有政策都這樣 而只有這個每個月只有三四個政策被這樣子討論 那但是其實也不滿大家說 就是說這樣子一套討論方式它非常花時間 而且這個非常花時間的原因 並不是說有些事情非得用人力做不可 而是大家都不習慣 都不習慣用這種就是具體先做事實確認 先做感受確認沒有人下台式的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大家一聽到說會議要開五個小時 都覺得說為什麼要開五個小時 主席決定就好了唐峰拍板不就好了嗎 對可是問題就是說我如果過早拍板 那其實我就是在讓有些人他想說的話還沒講完 那這個時候大家到最後不是去網路上抗議 就是去馬路上抗議 所以就是說我們透過這樣子一個 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方法 去讓大家的意見更能夠充分地表述這件事情 跟大家期待說政府要很快速做出 有效率的有魄力的決策 本來就是有一點點像衝突的 所以我們對於哪些案子能這樣討論 哪些案子還不適合這樣討論 哪些案子大家能夠去先平契合 哪些還沒有到先平契合 這個判斷的方式我們也慢慢地在用 就是所謂的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各部會開放政府聯絡人 未來會有一個實施要點的這樣的方式 慢慢地去賠利各部會 可是在這個東西有具體的要點可循之前 我們所謂依法行政嘛 公務員當然是覺得說 除非他看到一些讓民間進來 真的對他有好處 他要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他非排除不可 好比像說這個之前在5月報稅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報稅軟體 因為DNS的設定的關係 所以當了一天 所以大家是當時是連不太上 然後連不太上的時候呢 又剛好碰到Oracle這家公司 就是對Java Applet 進行了一個停用不建議使用的動作 那所以呢在各個不同的作業系統 Mac、Linux 他們就要去調整那個安全性設定 把它做成不安全才能夠開始報稅 然後呢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大家常常設定了半小時 還沒有設定完 因為大家都沒有這樣操作過嘛 那所以就會打電話到財政部 那財政部可能有某一位同仁 在接了很多電話之後 就脫口而出講一句說 那你跟你朋友去接Windows 然後這個就社會上就爆炸了 他說我Mac用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跟我朋友接Windows 好那在這樣子 非常大的民怨的情況下 我們連署平台上就出現的那個連署 就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好那所以這種情況下 當然開放政府對不會是有好處的 因為它是能夠減輕壓力 它那個當時壓力非常非常大 它能夠降低風險 因為大家實際來討論 總比它一直來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廠商啊怎麼樣要來得好 而且當時很多陰謀論 而且最後它可以創造亮點 因為我們實際邀進來 就發現說這些抗議的朋友們 根本就是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他根本就是軟體工程師 他對使用者體驗的了解 可能還在我們之上 所以這個時候把大家邀進來 他們就不會覺得好像政府 忽略他們的訴求 所以這個他們真的 你看這些黃色的卡片 這個都是用詞很難聽啊 那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引導大家把想講的話都講完之後 我們聚焦在可以解決的這些問題上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畫實用者流程圖啊 就可以來做User Journey 所以後來他們就平心盡氣的去畫了User Journey 去把報稅的每一個階段 到底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它還不一定是網站或軟體上的 包含取得條碼 包含一開始的這個通知等等 都去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盤點 所以後來就開了大概五場的工作坊 然後去把裡面的這個每一個vertical bar 去把它去做界定去做得很清楚 然後當時很多連署的朋友 也實際進來參與工作坊 或甚至代工作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開放政府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最好的一個參與跟課責 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參與 就像剛剛捐錢讓人去拍電影的那個一樣 我的參與是有意義的 因為到了明年報稅的時候 那個介面裡面有一部分就是我建議的 或者我寫的 好 那這個時候大家當然就會非常就是支持說 我們明年報稅軟體是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因為這個是專門就是針對跨平台開發嘛 所以不但是Mac跟Linux 可能用iPad用Android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報稅 那所以我們這些東西是在這種 承受壓力降低的解除 承受風險的降低等等的情況下 目前不會很願意 可是呢 如果不是有這麼大的社會壓力 如果並沒有降低他們風險 也沒有它創造亮點 那確實他們依法行政就好了 為什麼要來提到這種 目前還沒有要點的方式來進行工作 所以從社群的角度來看 當然會有一些不滿 就是說明明這個方法比較好 大家都看到比較好的 為什麼還是只有這些案子可以這樣做 而不是所有的案子都可以這樣做 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我們在做的是 就是教育科學文化工作 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三樓有個工作區 我們PDES小組 就在教科文處裡面 那每天都在提醒我們做的是教科文工作 那教科文工作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不是互相競爭的 我教你一個東西 我自己說不定還更會一點 科學技術文化都是這樣子 但反過來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能強迫 我如果強迫學生去做什麼 他還是沒有學會啊 他要自己有動機才能夠學會 所以我們引發公務員的動機 創造要點創造環境 從優序講 所有這些都有在做 可是在做的過程裡面 他們必須是自發的 所以這也就是他擴張的速度 可能沒有很多朋友期待的那麼快的原因 但我覺得我們在這個階段把它做好 可能比就是撒下去要來的重要 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中華電信可以在開放政府的思維裡面 怎麼參與 我們其實大量使用數位工具 而且我們通常做出來的 要回應民眾的需求的 都是要因應這種爆量的需求 剛剛講的就是流量的處理等等 所以我們在工作坊裡面 也有一個提出具體的需求 就是說希望之後 即使很多人來塞車的時候 他機器就可以長出更多機器來 就不會當機 因為之前他是用 就是好像台北台中機房分流嘛等等 但是他是在機房層次 機房裡面的電腦也沒有變多 所以當他DNS設定錯誤的時候 這邊沒有彈性 所以大家就會challenge說 你說政府雲 可是所謂雲的意思只是集中機房 他並沒有雲端 一般要有的那個 就是自動擴增的這個意義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我們工作方提出一個 非常非常具體的要求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當時就是也很感謝 就是中華電信有一個 highnet government region 就是HGR的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當時剛剛 事實上能夠說推出嗎 就是說才剛剛讓大家知道 有這個的存在 SLA都還沒有寫好的情況下 當時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分享了這個給工作方的朋友 那也很感謝就是財資中心 然後其他朋友 都很願意去看這個 事實上SLA都還在寫的 這樣子一份offering 然後去了解到說 我們也許一些思維要轉變 也許在雲端的報稅的這個 前端的這個界面 他可以看作是使用者 把他的報稅軟體 在一個托管的地方跑 也許他的資安的要求 可能不是靠把硬碟打碎的方法來做 而是能夠靠一些加密 或一些密碼學的方法來做 那最重要的是說 大家要體認到說 只有這樣子的方式 才能夠不要買一大堆機器 然後除了五月之外 都是關機的 的這種情況 那這個其實 對整個政府的財政機率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所以大家在這個情況下 就比較願意去創新 因為他是有實際民間的需求 而且可以去證明說 這樣子真的幫國庫 成本就是十分之一啊 這樣子 十二分之一嘛 因為只有五月開著嘛 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是有這個solution 就非常重要 所以中華電信其實是在 報稅軟體案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民間對於 就是明年不能夠再大塞車 這件事情提出一個 很具體的技術解決方案 然後我們也正在 往這個方向部署當中 所以這個其實是 非常好的一個角色 那需要排除的障礙 我覺得還好耶 我們現在一直在試 就是讓兩三個不同區域的民眾 能夠一起來參與 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澎湖 接下來 剛剛也有提到嘛 就是討論就是 國家 海洋國家公園的禁魚案 那當地的漁民啊 什麼當然都會想要表達 表達意見 那我們也有開一個大會堂 讓大家表達意見 可是更多的人 他可能當時在本島 可能不方便去澎湖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頻寬就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當你只有不到100M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討論 就是大家表情都是糊糊的 那表情糊糊的 就大家就會腦補 腦補當然是很補啊 腦補大補 但是問題是說 腦補補上去都是錯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講一句沒有惡意的話 可是因為表情看不清楚 就腦補一個很惡意的表情上去 因為你沒有見過這個人嘛 那所以這個網路上的留言 就會非常的那個激動 但是我們真的有做過比對測試 就是說我們有100M 我們有300M 他開始到能夠1080P的時候 那個表情就跟肢體動作 你就看得比較清楚 你就比較覺得說 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不是一個帳號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會比較願意聚焦 願意糾食論式的討論 那我們現在甚至正在測試 那個8K的360直播 那8K360直播是非常非常持頻寬的 就是一般的100M上下 這個運氣好的話剛剛好 運氣不好的話就開始抽格 那所以這種時候 然後GBPS的這種 就是趙瑞元級的網路骨幹 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當然我們目前都只能用 就是Ethernet在連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 就是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那邊好像是沒有那個Ethernet的 而且可能還在漁船上面 要做360直播 那這個時候就只能靠 未來的5G 以及現在4G的加強的堅持 那當然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如果要變成大家隨處 任何地方帶上VR 就感覺到在會場 我們目前以4G的狀況 還沒有到這個 這個quality 那但是至少讓大家有臨場感 人雖然人臉稍微模糊一點 這個我們做得到 那未來中華電信 當然我了解到說 也非常投出非常非常多的經費 再去建置不管是GBPS的backbone 或者是未來5G的研發 那這兩個我覺得都可以 更進一步的去做數位的普惠 就是讓大家都知道說 你如果要參加討論的話 你真的在家裡也許就可以參加 因為網路已經快到 你帶上VR 或是你做projection之後 你的感覺就跟在現場相差5G 那這個真的是中華電信 就是跟當然所有其他的電信商 我覺得都是可以一起來 努力的一個方向 就讓大家有臨場感 透過很好的網路品質 很低的latency 能夠去達到這樣 有些很有意思的問題 一類業者跟二類業者面臨說話 反而一類被綁手綁腳 確實因為高度規管 台灣的二類也沒有因為高度規管一類 就因此就很強 那有沒有大陸的做法是台灣可以參考的 我想我們各國都可以參考啦 但是就是大陸的法治環境 我們要參考起來是特別困難的 因為它有一些預設 這些預設是我們這邊公民社會 可能比較難接受的一些預設 所以在最基礎的 就是說當然現在我也不諱言 就是說在剛剛講到的一些網路治理 在好像說剛剛講到美國社會的撕裂 或者是一些詐騙的問題的時候 確實就是大陸是在講說 他們的這套由上而下的新的網路治理模式 這叫什麼民主集中式的 這個網路治理的模式是有它的好處 就好像這個所有東西都放在單一的ISP上 當然有它的好處啊 但是這件事情的這個好處 是不是由社會為社會所接受 以及我們事實上就不可能搬到防火長城裡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能不能在防火長城外面 去建立出一個世界各地都能夠覺得適用的 一套網路治理模式來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有點像Lab 就是兩個不同的治理模式的一個 互相學習跟互相進合 雙方都不可能一下切換到對方的治理模式去 但是如果釋出一些好的成果的話 其實大家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我一直沒有覺得說我們要全盤照搬 不管是行動支付還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事實上是建立在不同的就是民情上面 但反過來講 我們也不是沒有可以輸出 然後讓他們去參考的東西 我即使是在入閣之後 都還是一直透過VR 透過虛擬化身 透過網路的方式去發表演講 去在杭州這個待學生 在四川發表 關於這個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deploy這種資安的系統的 它在防火牆內部也可以運作的 保障言論自由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當地的民眾也很需要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在他們那邊很難去做開發 在台灣可以開發 開發之後他們也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雙方是可以彼此互相參考 但是我覺得參考的東西 它比較是已經成型的一些技術 或者一些process 它可能不是整套法制架構 整套法制架構照搬真的不容易 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在5G的風潮底下 眼球革命 以及手指觸感 是兩項重點 請問在數位會有商業模式 如何加入創新思考 或者是採破壞式創新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 我們叫buzzword bingo 就是說可能是在所有目前潮詞的那個bingo裡面 已經連成一條線了 所有的這個該用的潮詞都用到了 我沒有辦法那麼靈活的運用潮詞 所以我就是比較技術本位來講一些事情 我想創新思考或採用破壞式創新 它建立在大家對於網際網路的信任上 這個是最基本的 沒有這個就什麼都沒有 如果大家覺得就是我一上網際網路 就會被唐鳳的大數據監控 或者是被網路連線不穩 或者是最基礎的電力或頻寬有問題 不管是心理上的還是物理上的 這些只要讓大家感受到障礙 我想就很難就破壞式創新 破壞創新是建立在你對基礎層次完全 覺得沒有問題的 在上面才有可能去做創新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台灣剛剛講的公民素養 以及政府這邊不會去用高壓管制的方式 這兩個是互相加強的 民間越有自治的能力 政府越不會覺得好那什麼都要我們來管 那政府越擺出說 那我們沒有要什麼都管的 這個情況不會事件審查 民間越覺得說好 那我們有發揮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循環 我們還剛剛開始在建立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往很好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這個是創新思考的一個底盤 那在這個底盤上面就是商業模式 那商業模式這邊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在新一代的 其實從99課綱到我們現在新的108課綱 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去用能力本位 比方說任何人都只能培養一兩種專業能力 他就是要上大學 大學一定要去某個學系 然後他就要在社會分工裡面 扮演一個固定的角色等等 我們現在從99課綱到現在新課綱 都是在試著打破這件事情 我們新的教育當然是強調所謂跨越人才培養 而且一直到大學現在都在說 我們現在要以學院為本位 而不是學系為本位來開設學程 那接下來也會提出一些修法的方向 就是說可能你念大一 就是關於實際的一些技術 那你對這個東西的應用感興趣 通識課程也上了一些 可能到大二你就去業界了 然後或者大二一念完就去業界了 那去業界之後 他就會累積出對剛剛所學的這些東西 更進一步的應用性的想法 這個時候才會有所謂 破壞師創新的這個土壤嘛 不然一直在學校裡面不管學的是 資安或者資管或者資訊 其實他都是有點像在一個 一個實驗室或一個沙盒裡面去run 那到真正外面其實看到 實際的社會問題的時候才會更有感 那在這個時候呢 學籍還是保留 等於你大學可以念很久 然後隨時回來 就是這邊你有一些實際的需求 你需要理論上面的一些陶冶 其實有點像你們電信學院這個概念 就是說實際上面碰到問題之後 回來上課才更聽得懂 而且才更能夠 老師跟學生是一起學習的這種角色 不是說學生都要從ABC教起老師之後 從ABC教起 所以這些已經有一定業界資歷的學生又回來 然後再去 可能已經不同的學系了 去選課等等 所以說未來可能不是說 我們完成義務教育進入職場做到退休 不是這樣的概念 而是說我們在義務教育前12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養成大家自發的 然後互相溝通的 然後達到更好的等等這些素養 然後覺得說所有資訊技術 所有這些新的技術 都是我為了解決我的社會問題 為我達成我人生的使命自我實現 等等的這些工具而已 不會過度認同在某一個特定的技能上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等這個技能被人工智慧做走了 那我想這些小孩也不會那麼失落 就會覺得說 好那這部分是機器可以幫忙的 那我就繼續去達成我的社會使命 繼續去做新的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創新的第二層 就是文化跟教育的土壤 我們現在正在建置 那第三個我想 這邊還想提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 就是說創新它 當然一開始很多人是為了說 我要賺錢嘛 那至少每個月要穩飽 可是到像剛剛Patreon上面很多的創作者 他每個月收到某個程度的錢之後 其實再多也就這樣子了 他作為一個創作者 其實他也沒有那麼大的這個金錢上面的野心 他也不會想用錢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當他有這樣子一個社群之後 反而怎麼透過這個社群發揮社會影響力 對他開始會變成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像剛剛我們看到那位創作者 他就會覺得說科學的普及是他的使命 他現在每個月已經等於是一時無餘 還超過了 那他就要發揮這個社群來做科學普及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我們未來台灣的創業 越來越多會是做這件事情 包含現在立法院剛剛通過了那個外國人才 流財爛財的這個方案 會吸引這些朋友們來台灣 也不一定是因為他在台灣可以賺到比在國外更多的錢 那我們就老實說大部分時候不行 大部分時候他的這個專場在別的地方 他如果完全只是要賺錢 願意這個完全只是就是拼命工作的話 那確實有比台灣賺更多的地方 跟台灣也不差啊 生活環境生活品質可能更好啊 食物絕對更好吃啊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他結合了在地的社會創新社群 他會覺得說我對台灣社會也能夠發揮影響力 即使我是外籍人士 那當然在很久以前啊 就是傳道士啊 這個一些修士修女啊 本來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情操 但現在其實你去問 好比像說Mark Zuckerberg那個臉書的創辦人 他也說啊 臉書現在是有社會的使命 他就是要把這個社群進行團結啊 什麼之類的 而且他minute 他就是覺得說他做這件事情是為了社會使命等等 所以就是說越來越多的科技創新的人 不管是前一輩的就是Bill Gates啊 或者Brenson啊 或者一輩那個Omedia啊 或者是我們新一輩的跟我差不多年級的這些朋友 都會覺得說我們做這些創新的目的 是去達成社會使命去解決社會問題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好的社會創新的生態系 讓大家覺得說不只是彼此競爭 也可以解決共同社會問題 就很重要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不但是在空總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每個禮拜三跑去上班 然後每兩個禮拜二去行政院四個不同地方的辦公室 去聽各地社會企業的需求 幫忙解決這些解決問題的人 碰到的問題等等 這些都是為了要讓未來的社會創新 更導向說解決共同社會問題的情況 那這也是我們外交上面 現在所謂的聯合國永續目標外交 SDG外交的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不是怎麼講 我們對區域的貢獻 很多是在解決區域的問題上 而不是在製造區域的問題上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種破壞式創新 常常這樣子的想法是能夠翻轉的 像讓生障者不是只是接受照顧 而是可以變成城市的設計師 告訴大家要怎麼樣設計出更好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個社會企業在努力的 或像我在入閣之前 也有加入的 不管維基百科的開發社群 或我們做Firefox 就是火狐狸嘛 一個狐狸一個地球 那也是一家社會企業 它上面講的就是說 我們是一家社會企業 一個月也是 好像幾十億台幣的這個營收啊 它也是全部都投資到 讓網際網路更健全上 所以其實 常常這種社會創新社會企業 已經在我們的四周了 那現在就是要讓創新創業的人 更知道這件事情 讓政府對這件事情更友善 請問政委 假新聞跟內容農場充斥網路 它是各個科的交財交法 都是這樣子在去上 那這個部分 教育部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NCC有跟包含煤官啊 這些朋友們 一起去做交財交法的開發 那這個部分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些已經 國民教育階段已經結束了 到底要怎麼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一部分是我們透過 不斷的釐清問題 不斷的去讓連署平台幾千人 都收到同樣的這種議題分析盤點表 我們就可以讓大家就事論事的來看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即使一下子不能夠 每一條路都走到百分之百 至少社會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應該被解決的 大家都有在做事 好 那這個感覺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大家都覺得 我也能夠盡一份心力的話 就有一種無力感 那有無力感就會很容易被鎖定 成為詐騙的對象 這個是一般性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從跟臉書的互動 或是跟其他網路平台互動 也發現說 他們覺得台灣是 怎麼講 recover最快的地方 因為他們之前演算法有些調整 然後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 他比較說 他會把比較聳動的 讓你比較先看到 或是說 你先看到的就是一張圖片 然後跟一個聳動的標題 很多人是還沒有看到內文 就按分享了 他讓分享比看內文更容易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基本上就是助長你 你不要去了解 就先去傳播嘛 對不對 那這也是他的一個破壞式創新 那破壞是什麼 破壞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你就是一開始有一個聳動標題 就會先洗過一輪了 然後接下來大家才發現 原來事實也不是這樣 內文還有講更多 可是這個時候在網路上已經不是很來得及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時候臉書說 那我們現在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我們現在在試驗各種各樣的方式 包含說 你也可以看更多 或是跟一些事實查核的機構 第三方的 跟政府沒有關係去合作 或者去做這樣的一些演算法的調整 甚至是把付費的廣告 跟臉書的專業 他們現在在一些國家 跟個人的親朋好友的這個 這兩個feet分開等等 就是葉佩文這個比較不會 跟這個親朋好友混在一起 他們有在做這些演算法上面的調整 這些當然都有幫助 因為他們也是做了很多測試之後才有幫助 但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台灣也是很快的 就出現一些公民科技 像最早的新聞小幫手 剛才講到一些bot 然後以及民間會自發的 去成立這個澄清事實的類似自救會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詐騙的那個交戰手則 怎麼樣去判斷某一個臉書專業是詐騙等等 其實大家 就是這個有點像心靈的流感 這個發過一輪之後 心靈的這個疫苗 就是實際的事實 跟彼此傾聽的這個傳播 在台灣其實大家是願意去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公民的媒體素養 其實政府這邊只要不要用一種高壓威權 好像武斷政府永遠是對的 政府自己去親身示範說 我們怎麼樣是透過這個問答集的製作 透過即時的澄清透過實際去傾聽 也好我們做錯了 我們就馬上說我們是做錯了 等等這種沒有面子問題 等等的這種情況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是work的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 其實各部會的朋友 還有一開始我在就是FacebookPTT Mobile01所有這些論壇 大家只要講到跟我做政策有關係 大概一兩個小時之內 我就會跑出來回文 那當時各個部會的朋友也是覺得說 這樣真的行嗎 這樣不會就是更推波助瀾 或是讓這個更爆炸嗎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不會啊 因為我有製作一份教材 我入個前大概就已經train過上前衛公務員 就怎麼樣在網路上面用聚焦的方式去進行討論 那不管是人身攻擊還是什麼到最後都會變成是 就是具體可行的一些貢獻出來 那這份教材當然最近這個社群又傳了一輪了啦 但是我想重點就是說 只要自己沒有那個玻璃心的問題 就是就可以很快的強化 強化玻璃之後 就不會覺得說在網路上面任何言辭 它是針對著個人的 而是說它就是大家討論的一個基礎而已 那所以我想這個才是真正的媒體素養 就是不會看到幾個字就跳起來 然後去做分享去做傳播去做什麼東西 而是自己會去冷靜下來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我剛剛入閣的時候 另外一位同事跟我說 你把它當作精神的按摩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看到哪些字 你會很憤怒想要摔電腦想要怎麼樣 那個就是你有酸痛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深呼吸去放點音樂喝杯茶怎麼樣 然後再回來好好的事實性的去回覆它 那這樣第一個大家學到你可以90時論事 二方面我第二次在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記得的這個叫認知行為治療 我記得的就是上一次感覺很好的時候 就不是感覺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看到同樣字以後呢 感覺就不錯 所以這樣練了一年下來 我應該網路上看到任何字 現在感覺都還不錯 這樣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這是處於一個很平靜的狀態 可以回應任何東西 那所以後來各部會也發現說 這樣練一練真的真的 這個也是一種修行嘛 然後人格就變得比較穩定 然後也比較願意就是說 把政策 就事論事去跟大家進行確認 所以我覺得這個媒體素養 是所有的網路的參與者 政府機關或者是各個私部門 民間社會都是網路的參與者 大家都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沒有讓謠言散播的空間 真實訊息它散播的情況 也會比謠言快 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關注他們 同時正在討論的這個協作 好 數額環境也是資產的重分配 政委會覺得怎麼樣分配 然後電信員應該在怎麼 分配過程中向上 好 比較好的問題 台灣當然得天獨厚 因為我們的地理環境 所以我們可以有總統政見寬頻人權 就是所有人 他只要想要接渠道寬頻網路 就要可以接渠道寬頻網路 這個跟資安及國安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地理位置 不像台灣的地方 好比像說 我就不要舉例好了 這個外交關係 就是說地位置 或者地理環境跟台灣不一樣的 其實他們喊出寬頻人權到實踐 要有一段非常長的路程 那在台灣的話 NCC當然已經有很多 就是偏向不經濟地區等等的 這些發展的一些規劃基金 那我們在last mile 出位機會 這個高中等等 也用就是特別預算 跟大家借了一點錢 來把最後幾個沒有補上的地方補上 那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討論的一個基礎 就是說分配它一定就是先讓沒有的人有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 就是未來是 好比說你要引入AI 你要引入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連 那是非常現實 連得上的 它就是馬上工作的品質就提高了 然後人權 所有這些自尊這些東西 根本你不用去交 不用特別去賠利 它就是知道說 繁重的冗長的所有這些東西 你就是交給機器來做 因為你可以接取到最新的這些東西 反過來講 如果既沒有接取的設備 也沒有寬頻的頻寬 那這樣的話當然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白搭 所以我們分配當然是先讓沒有的人有 這個是最基本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怎麼在分配過程中向上 我覺得這是社會創新的目的 也是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之前談5G應用的時候 我們會講很多運動賽事 對不對最近世大運做得很好啊 對 但是第一個運動賽事 可能不是每天都有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它確實是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凝聚大家的認同感 可是它對於每個民眾 日常覺得說 我一開機就要開始用5G 其實也不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說我不會覺得我每天都要 關注各地的這個 用8K播放的運動會 可能有些運動迷是這樣子 但是我也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但是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講 這個並不是他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用社會創新的模式去說 好比像說 我們最近在解決這個五缺裡面的缺功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注意到說 很多就是女性她的勞動參與率 在可能結婚生了第一個小孩之後 可能因為我們托育政策 或是陪伴的這個結構沒有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勞動參與率會下降 這是一波 那在長照需要照顧家裡的長輩的時候 又下降一波 那這個時候我們運用所謂的遠距工作 所謂的所謂跨世代創業等等這些方式 讓大家能夠在家裡還是可以上班 這個就是在2015年我幫行政院弄那個 就是遠距勞動工作的那個指導原則的時候 後面的一個想法 因為當時是勞動部發起的嘛 就是說其實世界各國都在引進所謂電船勞動 那當時大家還在糾結說 爛一上打卡算不算打卡 爛一上請假算不算請假 那我在星巴克要不要這個咖啡接受勞檢 我如果滑倒了的話 為什麼要不要負責任 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不值得吵那麼久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去綜合各方的意見 那為什麼當時會一直吵那麼久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從不通的目的角度來看 他們沒有一個遠距工作者公會 所以既沒有勞方代表也沒有資方代表 他們不太知道要怎麼樣用傳統的這種 勞資協商的方式來制定這個 因為他每一個徵詢到來都說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在家裡寫程式 我在家裡做音樂 我在家裡做各種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是那一個職業的工會 我跟別的在家裡做同樣事情的人才有關係 做不同事情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這樣子的模式 那後來我們就是用剛剛講的做利益關係人的模式 去實際把第一線的利益關係人的立場 建議的做法這樣子帶到 所以真的制定出了指導原則 官部門人事行政總處 現在也有一個指導原則 所以就是工作跟網路有關係的 可以不一定要在工作場所 也不一定要按照本來的公式打卡 所以我入閣就是我的工作條件 就是我可以在空中上辦這樣 所以就是說這些其實都有彈性 但這些彈性它也創造了新的 對於頻寬的需求 對於Quality of Service的需求 對於新的揭取模型的需求 對於新的工作環境的 好比像說我就非常依賴這種白板跟平板 但是我也知道接下來這個就可以捲起來 這個東西可能就會整個會議室都是 可能我們戴上一個虛擬的眼鏡 所有這些空的位置突然都冒出人來了 對那這個都不是科幻小說 都是現在已經有的技術 只是說我們現在的頻寬跟揭取設備還太貴 沒有辦法大家都用這樣的方式開會 可是等到這個普及之後就有了 那這樣子大概就是大家每天都有的需求 當它是每天都有的需求的時候 電信業當然就會有新一波的這個需求出現 這個時候講5G才更有意義 才不會只是在少數幾個demo的case 而是說這個就真的變成我們生活工作的fabric 它的環境的一部分 大概是這樣 有一位朋友說您個人會戀戰職位嗎 會不會擔心下台後政策無法延續或者後繼無人 真的開匿名就會收到這種但好的問題 OK 這也是連續三個問題 其實我跟這個職位 我掛什麼title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跟所有工部門的朋友都是說 就叫我唐鳳就好 叫我Audrey就好 那我們開放政府聯合委員 花了大概兩個月才習慣這件事情 不然他們不是只叫政委 以前都叫長官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叫長官 我明明沒有督到他們部會 所以後來可是他們就習慣了 不管線上不管當面就是叫唐鳳 就是叫Audrey 那這個也是我的一個很基本的一個信念 就是說我來這邊是幫大家的公僕的公僕 如果我們提出了這些新的做法新的模式 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 我絕對不會覺得說我是特任官 我就強迫你去使用 通常這樣子做的政務官 雖然可以看到KPI都達成 但是他一不在了就沒有了 這些都KPI馬上明年就消失了 那這個我看太多了 所以其實以前在民間當顧問的時候 當行政院專案顧問的時候 就很清楚 就是說其實事務官 有他自己的一套運作邏輯 然後也有他的專業性 大家都很很會做事情 可是因為公務人員服務法的一些限制 以及一些環境上面的一些慣例吧 大家除非在這種匿名的情況下 不然都不發表意見的很奇怪 好那所以是這樣的話 創新就很難去做出來 那我也不知道說我推出了這些新的政策和做法 能不能夠對齊大家的需求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行政院開會啊 開放政府聯絡人際會啊 這些地方 我都是開Slido 那我就發現有開跟沒有開差很多 如果沒有開的話呢 只要某個部會來三個人 一定就是資深的那個人才講話 另外兩個人其實比較搞清楚狀況 那兩個人是都不講話的 就是穿紙條 那但是行政院的會議是 有時候安排他們做到後面 沒有辦法穿紙條 那然後呢 可能這個也沒有Juker或者Line 這個能夠那麼即時的去傳達他們訊息 到最後就會變成是大家都不講話 然後呢 其實一個有問題的東西是這樣通過了 那但是我們開Slido之後啊 就很多匿名的朋友 就上面說 沒有這個不可行啦 或者是說 這個做下去一定會有問題啊 這個 你要有詳細的配套措施 反正匿名啊 大家都在打手機 你也不知道誰打的 但是這個情況下 會議就變得 比較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然後這樣討論出來的東西 其實比較可行之外 我們全部的這個會議都會做成竹字稿 做成竹字稿之後呢 大家講話就要算話啊 回去之後所有人都會收到一個竹字稿 共筆的連結 大家把上了頭版 會有問題的一些情緒性的字眼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呢 我們就全部都公佈 所以其實 從我入閣到現在幾百萬字了 他都 全部在我們的 就是PDES的網站上面公佈 所以 我不但是對外 就是接受媒體採訪 或者是接受一些拜會 一些遊說 的時候會 記錄 我們所有內部的會議 也都記錄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一件事 以我的理解 Minister level 全世界目前應該只有我在做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 就包含我們今天開的這個會 前面我們在協調說要內政部主責的協調會 彭富安的會前會 體育改革聯會 要求就是 加入單向協會的那個網站 進行一些調整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完全公開在網路上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那一部分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這些朋友們回去之後 他會再看一次 因為要編輯嘛 可能造成政治風險的東西改一下嘛 對 那但是他在看的過程裡面 他在會議裡面沒有聽別人講的部分 他就 會聽得進去 在會議裡面你就顧著自己講 你不會聽別人 這個時候就發現說 大家比較容易聽 那第二部分是說 這個都讓大家比較沒有政治風險 也就是說 常常主席才是 然後你到了那場會議 你明明講了不同意見 可是就被埋在主席才是裡面了 然後你就要 好像要幫主席背書 那這種情況下 對事務官是最不利的 所以他就 盡可能要嘛不要參加 要嘛不要講話這樣 那但是呢 在這種高度衝突的案子裡面 因為有逐自搞的關係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如果主席亂才是 那就是主席的問題 不是這些人的問題 反過來講 如果大家提出一些很好的主義 那就是這些人的功勞 不是主席的功勞 因為記者會回來看啊 我在 就是昨天才接受訪問 那個記者就直接說 你竹字稿裡講這個 單位這個講這個 你怎麼樣 所以記者是會回去看竹字稿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跟一般的政務官 完全那個邏輯不一樣 公共行政學教科書都是說 政務官是叫做 credit seeking blame avoiding 就是說如果有功勞的話 都會是政委這個英明嘛 那但是如果這個 有問題的話呢 記者都會找到是 事務官執行不利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們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是剛好相反 我變成blame seeking credit avoiding 因為這是全新的政策制定方法 如果他爛掉了 大家提出一些這個 有創業的做法 到最後執行 有問題 一定是我的問題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這個唐鋒要負責 要檢討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僥倖成功 比方說財政部的開洋政府聯絡人 我們京亨提出說 我們就是要去跟連署人面對面 然後我們就是要 採用這種新的雲端的技術等等 到最後work了 所有記者回來看竹字稿 就是他的功勞啊 不會是我的功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發現說 事務官就很勇於創新 然後創新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不會擔任你的風險 所以這個時候 政策就可以延續 因為是他們自己提的 這根本不是我提的政策 這就是我給他們一個空間 他們提出來真的發現比較好 他們長官也看到比較好 我就去說服院長 說服他的部長 說你看這個同仁提的 真的是好主義 那這個情況下 就很容易延續 因為就會回歸到各部會 所以我想 未來不管誰來當數位政委 就是說他維繫的是 這樣子一個數位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只要還在 連署平台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多人使用 這些東西都還在 包含我們內部公務員 溝通的平台 這些東西 他只要還在 他本身就會有一個組織的力量 這不是因為唐鳳做了什麼 剛好相反 是因為 我不去做財事 我不去搶著說 這個我很英明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是不會擔心 後期五人的問題 那我不管在任何位置上面 我還是用相同的方式去做這個貢獻 然後就有七位朋友都想知道說 剛剛提到的join平台 我們知道有法規預告 然後有公民的連署 然後以及有這個月列館的重大政策 他的執行進口 那這三個部分當然非常重要 因為是政策的最前期中期後期 那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成案之後 機關的回覆啊 往往會被行政機關打槍 變成好看的假民主 華而不實 例如像公務員國旅卡 以及強制休假的議題 對這個有什麼修訂的看法 那也很誠實跟大家說 我們一共協作了目前20個案子 這20個案子裡面 實際進入政策 變成政策的一部分的 大概11個 然後有9個是沒有殘財的 所以確實並不是說有5000個人提案 就會變成國家政策 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就不是這樣子 那但是那些有變成國家政策的呢 他真的是因為大家見面對焦之後 到達了一個 你看媒體放話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看起來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事實上 就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都同意80%的事情 只是大家跟媒體講的時候 都講那20%不同意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是永遠在吵 但是事實上就是不管是提案人 副議員 像這個土地食品技嘉 他們實際去討論 就發現說 大家都同意資訊揭露啊 大家都覺得說 在實價登陸網揭露 主建物跟單價這些計算方式 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啊 對房市也有好處啊 所有提出來的問題 都有具體的解決方案了 所以這樣一做完 內政部就有一個 喔原來 原來 就是不用吵那麼兇 我們推出這個 其實沒有人會反對 的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不管是就是 台灣是那個NCAP 就是撞擊測試 或者是這種土地食品技嘉 它都是民生非常相關 長期以為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大家一起面對面 討論個五個小時 就找出一條路的做法 那所以這個東西它是 這個食而不華啊 它是真正的民主 但是確實20案裡面 只有大概11案 有達到這個境界 有達到這個程度 有一些案子 它進來之後 確實我們並沒有參賽 連署人的意見 那舉例來說 好比像說像 禁止魚赤買賣 這個就沒有參賽 好 那這個當然是 我們知道這個環保團體 很介意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說我們對漁民 或者一些國際的約定 我們其實之前也有簽過 然後呢 重點是說 有一些鯊魚 它可能不是保育類 或者是說它是 就是 對生態鏈 目前的魚法 並沒有破壞掉 等等的情況 所以到最後 並沒有完成 這個大家的訴求 那這樣我們至少 做到了一個 教育意義的一個作用 就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環保署隊 很多 尤其是保育類 都有在做事 也有在inforce 也有在執法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都沒有在做事 但是所有這些事情 是要建立在社會文化 然後以及資訊整合統整 等等上面 那所以這個當然 可能只有教育意義 它最後 並沒有促成任何政策 具體的修訂 那這個東西 我就只能說 它不無小補啦 它補充的是什麼 就是有五千個人都知道 我們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他們如果真的要去集結 真的要再去做改變的話 至少它有共同的語言 有共同的事實認識 不會一直卡在ABC上 而且也藉由這個平台 讓更多朋友 讓幾萬幾十萬名朋友 更關切這個議題 那對這些團體也是有好處的 只是說 當然不可能說60天 我們忽然間 就變成一個禁止於遲買賣的一個國家 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我想民主並不是完全是 大家到五千人 然後政府就要照單全收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但是我們能夠承諾是說 這五千人至少都花了兩三分鐘來連署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大概一兩萬分鐘的 這樣子兩三萬分鐘的這個時間 那這些時間 我們公部門這邊承諾 花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關注力 去認真研讀 去認真把目前的狀況跟大家講清楚 那至少這個注意力的程度是對稱的 那我對這個修訂的看法可能是幾個 一個是說 我一進來就有提一個修訂的意見 那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連署通常是表示贊成 但是我們會希望連署他也能夠提出一些具體的 更多的論點 因為不然感覺上好像就是提案人的論點會 Dominate 好像就是提案人他 只有他這個 他說了算 但是其他都說了不算 那但是呢 其實有的時候呢 其他意見也是很重要的 他比如說最近有成案的一個提案 就是說 比照加州 這個只能販賣收容動物 然後等於是讓繁殖買賣業 不能夠跟就是寵物店合作 這其實影響會很大 那以動物權利的角度來看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很多人支持贊成 但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其他想法 這一區 那這個就是我們具體的一個改進 這個改進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他們提出來都是一些配套上面的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考量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網友很理性 就是即使是來檢舉的這些人 或覺得他這個講的不好的人 其實才六個 然後但是有十二個連署民眾 也覺得這個其他意見是有道理的 表示說這不是一言堂 不是大家好像來連署 就一定要都捧提案人 是說就算他同意 他也可以去有不同的理由來同意 就算他反對 他可以把他反對理由講清楚 那像slido一樣 更多讚的就會浮到上面嘛 所以任何人來一看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議題 可能沒有那麼單純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把各方利益關係的考量 都納入之後 我們不要莽撞的去推行 這樣子社會才更容易接受 但是在以前如果你只能連署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提案人他挑的照片 他放的video夠好 你就會連署塵案 但是事實上各方的這種利益關係 不一定能夠被考慮進去 也比較難照顧到各方的利益的權衡 所以這個新功能上限還沒有很久 但是我覺得他已經讓討論品質 滿有提高了 那當然未來就是不管是這個 運作機制啊 以及我們開放政府的要點 他在核定之後 我們怎麼樣跟地方政府去借接 以至這邊形成的共識 我們整合進行政流程的時候 能不能不能只靠我在政務會議講 以及PO回去跟部長講 而是說這套能不能夠在行政程序法裡面 找到某個位置等等 這些是我們未來會努力的目標 但這些都是建立在我們前面的案子 他有處理好的 當然有新的政策 沒有完全參與那9案 至少看起來也沒有爆炸嘛 大家沒有看到哪一個電數平台 因為協作 所以就釀成社會事件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至少公民會覺得說 我參與 我也許我付出努力 但只有教育作用 我就認了 那有時候我付出努力 像報酬軟體案有亮點 那更好 但是至少他沒有威脅到 他們的政治風險 那這個時候 這個平台才有繼續走下去的這個意義 說會有中的第一個擋箭牌 左關號或石頭 右關號是智慧財產區 以及制裁法令 所以說我念出來就是了 第二個是NCC 第三個是立法院 第四個是公平交易法 請您說說 您要怎麼樣施展報復呢 我想是這樣子 我之前也有在join平台上面 幫那個制裁局去做 製作權法第四稿修法的徵詢 其實當時join平台 我們收到的包含什麼 在公園跳土峰舞的時候 公開播送應該要算成合理使用 而不要算成公開侵權 什麼之類 那個就是join平台的一個好處 就他會收到實際 第一線利益關係人的聲音 不是只是學者的想像 那這個我覺得真的有幫助 然後制裁局也很願意的去做 因為在有這些公開徵詢 有這些程序之前 大家真的是風聲鶴而已啊 一聽到是才去做什麼 那就馬上就有 就有民間的朋友啊 就會發起一些行動 在之前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有join平台之前 民間也會去組織啊 也去動員啊 而且只要一看到這種 聳動的媒體標題 這個大家就會發起所有的網站 全黑日 然後去全部把這個網站 都變成黑色的 然後呢 這個各界就響應 那然後去要求這個制裁局 這個出來給個說法等等 好所以當時當然這個 後來這件事情就沒有了 凡是這個這種 比較是蒙上眼睛 你就以為看不見識的 封鎖重大 境外侵權的東西 每次出現民間就集結一次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台灣公民社會的動員的能力 是很強啦 我自己當時有做一個叫做蒙點的網站 當時也響應了這個全黑日 因為蒙點的機器是架在日本 然後裡面是教育部的全部的字典 當時呢我們主張合理使用 教育部也還沒有CC授權出來 所以所謂一望極之今晚網站 重大侵權 三個要件全部符合 所以理論上就是要被斷網的對象 所以我們就號召所有蒙點的使用者 去一人一心寫信給制裁局 據說他們心想就塞爆了 然後這種情況下當然有很大的社會壓力 但是這一部分也是在告訴大家說 同樣的道理 你與其一封一封信去回啊 回到手軟 不如有一個公開討論 他們要諸多權法徵詢等等的平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的這個 我們叫descent as data 這樣子大家的抗議 比較真的能夠變成有用的資料 那後來制裁局也很願意 所以後來我就幫他們去做這個徵詢 所以我覺得都是看主事者的想法啊 就是說同樣是被抗議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大家想要有貢獻 對不對 那同樣的從NCC的角度來看 同樣是大家覺得這個是半角石 對不對 但是NCC可以說這個石頭也可以拿來做平台 然後讓大家來進行 奪防利益關係人的網路治理的討論 那同樣道理 立法委員 他當然這個最近也許提出 嗯 我就不點名了 但是某個委員提出類似的法案的時候 就受到了各界的的杯葛嘛 那在同樣道理 他也是把這個當作一個機會 去跟各界講清楚 他堅持了一些價值 還有包含在立法院策案需要的程序 所以他這些東西他都 第一線的也不怕面對群眾的跟大家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角色都慢慢在轉變 這跟我剛剛講教育是一樣的 就是在我接受國民教育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還有 還有一種就是我就是要教學生的感覺 但是現在我們實際看 即使是小學 然後中學的課堂上面 老師在上面講 學生在下面就開始查回幾百科了 然後這個就對老師講話開始會嗆聲了 然後就在那個群組裡面就會有靠北什麼什麼中學 對不對 就是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同時在發生的 網路等於讓大家有一個很安全的空間 去做不同意見 那這個時候從老師的角度來看 與其讓同學就是在私下 在上課中間就是看手機 然後打斷專注力 然後覺得很挫折 那有些老師就已經用翻轉教學方式做了 他把他自己的課程先錄起來 大家在家裡看完 然後在課堂上是一起解決問題 或者也有一些老師在課堂上直接就開Slido 然後就等於徵收了學生的手機 你還是有手機 還是可以打字 還是可以按讚 但是這個就不是私下的 這是公開的 變成課堂的一部分等等 所以所有這些心態的轉變 其實就是一念之間 同樣的工具也可以拿來 就是促進多方的溝通 也不會變成所謂的石頭 所以我覺得石頭也可以拿來做平台 簡單講就是這樣 好 我們還有八分鐘 那 我們 因為大概八票以上大概都處理了 所以我想我們為了照顧所謂的數位平權 我們先 如果有人沒有帶手機 雖然不太可能 或是覺得用Slido比較難以表達 這個你的意見的話 那我想我先開放現場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覺得想拿麥克風說的 或者分享的 或者問的 那先就請舉手 然後我們等現場處理完 那我們再來回來線上 這樣 請說 帶頭好了 我想 謝謝我們那個政委 我想 小英總統有強調資安就是國安 那我想最近的演員的駭客18億 然後藝營的招職日那個木馬城市自動除招 那我想對未來 包括那個配合整個物聯網的時代來 台灣的資安我想 需要怎麼樣強化部分 政委這邊有什麼給我們指導 另外我想中華電信佔關股大概35% 那希望中華電信能夠扮演更一個重要角色 這是大概第一個議題 那第二個我想也是跟今天主題有關係 就是說 面對未來整個數位匯率的趨勢 我想政委 認為台灣的優勢在什麼地方 那中華電信我想也願意在這個方面 扮演一些角色 那副小的政委對中華電信希望能夠期待怎樣 我想這兩個議題先刨出來 對我們在數位國家分組 其實這整份簡報 包含解釋這份簡報的主資稿 我們就是資安處的朋友們的主資稿 都在網路上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大家可以參與 那我就講一些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自動安全法 或者是自動治理制度 技術標準 這些都是最基礎的 可是最重要的其實還是 就是大家不要各自為政 大家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第一時間必死知道 如果研發出什麼很好的解決方法的話 第一時間就是不管地方政府 企業組織 都有類似的對口的人員 來去進行coordination 去進行協調 那這裡呢這個 因為資安處的人 這個也講得很白啊 攻擊沒便宜之人才 如果沒有出路也將白忙一場 所以這邊再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剛剛講的學院 為核心的這個培訓方式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有好像專門的子安學成本身 而是說它是有點類似像是基本素養 或者同事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任何跟資訊有關係的學生 都要有這樣子的基本的認識 裡面有人對子安發生興趣了 他在那個學院裡面 他即使不是相關科系的 他也要可以去用自學 或者是加入一些活動的方式 去培養大家的興趣 那這些呢 當然我們會創造一些所謂的出路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社群連結可能是更重要的 因為資安社群是國際性的 它其實在資安社群裡面 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區分國界 你被打了 其實有時候也不知道 那個人是哪裡來的 但其實重點還是在社群 跟社群中間的互相的接軌 那當然台灣有非常精英 非常厲害 國際上面得獎的 這些白帽的駭客們 那我們在架任何新的院內的系統的時候 我剛進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就架了一個叫做 Sandstorm 殺巨雲的一個系統 這個是開放給所有的公務員去使用的 然後我們自己內部 所有的會議 足資稿 共筆 這個協作 呃 試算表 全部都在上面 而且因為這是開放緣 整個source都是開放的 我們就是直接架在 就是IAS 就是國發會 跟這邊 合作的一個雲端的機房裡面 所以他的資安是非常非常critical 因為這些城市都是公務員可以自己寫的 而公務員自己寫城市的時候 不一定那麼注重資安 所以說他的軟體的 Sandbox這一層 以及後面硬體這邊 Infrastructure 的東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甚至有年輕的公務員 自己寫的叫訂便當的城市 而且還被我按讚 然後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行政院附近的 可能80塊可以訂的到便當 等那個小吃店啊 這些餐廳的餐廳都拍下來 然後呢就有一個Gallery 再有一個圖片 然後大家在這個早上呢 就可以開這個團購單 然後大家各自訂要訂的便當 然後就自動產生一份可以給店家的這個表 然後訂完之後拿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誰訂了什麼便當 解決大家的名聲問題 也可以拿來團購啊 旅遊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像這樣子在寫的時候 你要去把單一認證 你要去把這個ACL權限 要去把這個各種各樣的東西做好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是有 我們Sandstorm這個軟體 那我們也是在社群跟 大家跟我們公務員的一起努力之下 把它整個都翻成了中文 這完全是就是開放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剛嫁起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請院子安處安排 祭福跟我們民間的朋友 Deafcore來打 好他們非常非常有創意 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而且因為這是white box 就是因為原始碼都是公開的 所以我們甚至進去做auditing 非常非常的硬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真的很安全 架構相當的安全 他們找出了一些小的漏洞 這些都已經contribute回去 然後也已經修正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蠻確定說 世界上只要技術沒有比他們好的 應該是很難打進來 然後如果在打過程裡面 我們至少有一個縱深啊 在中間都會知道 都會被發現 所以其實公務員能夠信任自由軟體 是建立在這種資安 而且是主動性資安 不是說我們等著被打進來的時候被通知 而是說我們先請白帽駭客 先請這個世界等於冠軍或亞軍的隊伍啊 來打我們 然後來確保這個系統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心態上的一個轉變 就是說這不只是一個要做的產業 這不只是一個我們要推動的設備或者機制 而是說它是要主動防衛的 然後這個主動防衛是建立在我們各部門都跟資安社群 建立良好的關係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那第二個就是在匯流的時代裡面 就是中華電信能夠扮演的角色 我覺得有非常多耶 因為其實大家對中華電信的想像 當然就是說最基本很受信賴的環境 可是現在你們也有自己的channel 有自己的last mile 有自己的品牌 有自己的各種價值的服務等等這些東西 所有這些東西就有點像是 之前中華郵政其實做電商也做得相當好 可能比較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有一套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說 大家有互信 有last mile 有通路 這個東西是保證說你去做創新實驗的時候 即使做出來的不完全符合需求 大家也不會因此就覺得這個品牌跟我沒關係 它會願意讓你在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各種各樣不同的嘗試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老牌這個字號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把這個看作是一個包袱 好像說我們只能做最傳統最保守的創新 而是說反過來它只要是對大家是有利無害的 即使是目前還是相對小眾的 相對就是只能解決一部分 而不是大家的社會問題的 也不要覺得好像就是那就不做了 而是說更要去試著去做 然後做的過程裡面跟使用者用共創的這個方式 去聽大家的意見然後一起去調整去piver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矽骨長腳的創新精神 就是沒有失敗只有轉進 沒有failure只有piver 就是說一直轉到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為止 那中華電信當然是有非常有各種這樣轉進的能力跟資源 跟這個東西都是所謂不公平的精神優勢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善用啊 不要覺得說好像自己就是一定要很保守 只能做完全沒有risk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好不曉得還有沒有什麼現場的朋友的問題 大概現場還可以再受一個問題 真的都沒有 大家都在slido上面去做了 好ok 好那最後我就回答slido上面最後的問題 認識剩餘 其實這個就是clature可以提出來一個概念嘛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如果大家有關注過臨時政府G0V的話 那就是說不要覺得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先承認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這個重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發現在線上 大家如果一直在等某個人來領導來解決問題的話 問題就不會解決 但是如果一個人出來說 好我可以用我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解決很爛 那同樣道理大家都會馬上跑過來說 啊你有更好的方法解決 就會形成一個群聚 其實很多臨時政府的案子就是這樣子去做出來的 所以我想重點就是說不要怕丟臉 然後就是如果覺得可能丟臉的時候 就記得說這個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啊 有任何丟臉的時候 就是當作是一種精神按摩 這樣子它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也許做的方式還可以調整 大家那個心都是為了要改善社會 來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的 好大概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